今年大学环兴推荐的读书名堂今天公布 到了国中有六位学生同贵一行业第一次团队认定 另外台台和青台以及交通台下的名号也都有学生读书 专校苏星最多欢迎 今年读书高中同学上环兴的人数有39名 其中有6名是上医学系 另外有3位同学上台大 那清华大学两名交通大学一名等等 今年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比往年更为亮丽 在六个中推荐成功的学生当中 有两位来自若小家庭 这两位学生分别落出国立游民一行业和台台法公会 学习和委员出书都每天做青年来的开模 这两位同学他们的家庭方面是属于比较 弱势家庭 那两位也都长期接受我们家福的一个帮忙 那两位同学都非常的争气 这个除了课业表现不错之外 他们也都非常乐意来协助同学 甚至于来做一些社会的一个服务 可以说可以作为我们同学的学习或生活的一个典范 另外在正式中午的部分 通过医学院的学生虽然比较久年减少两位 但是落出台下的因素比较久年减少50% 甚至赶快优秀 今年我们学校参加繁星的同学有71位 那么这次录取的医学系的部分 通过的人数有5位 那较去年的话又少了两位 那可是呢我们的大学的申请的部分 较去年成长了50% 所以呢这次的繁星推荐的部分呢 学校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的 这次的校方一晚表现 好好近年的比较生 有人虽然生致达到医学院的程度 但是因为幸福的关系 该先进其他的科学 所以医学院通过的因素有点减少 记者以兵为插网报道 过来在前面了 在东西双方二 都这里骄ated 都可以安当务encias 也可以叹述 鄧